欢迎各位参加由香港证会大学持续教学院举办的网上入学资讯日 现在收睇的那个讲座就是艺术文铭毕业生的分享 我是这场讲座的主持,我是星上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两位艺术毕业的同学 就回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这里读的时候的一些经历 或者其实最主要就是给同学问其实在他读的期间 有一些的分享或者其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问同学其实就最清楚了,那两位同学,一位呢就是Tracy的,Tracy你好 Hello Tracy,试试开个麦克风打声招呼行不行 Hello,大家好 可能有点小声 不要紧要,是了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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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听得好,另一位同学呢就是加乐的,加乐你好 你好你好 是的,那两位同学呢都是我们艺术毕业生来的 那待会有些什么的,那问同学呢 也请他们先讲讲 那在整个讲座正式开始之前呢,那我就有几样东西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包括就是,讲座期间是禁止未经任何授权的录音,录影或者拍摄 所有的投影片资料,视频记录只要在讲座期间共享 未经讲者的同意,任何人不可以使用相关的投影片或者视频记录的 在分享环节之后,其实呢都会有10分钟的问答时间,那我们会在check room或者议室里面呢,就会简选一些问题呢,就会作答的 麻烦同学了,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就记得把握这个机会,跟我们的讲者沟通一下,涌入法文了 OK,没问题的,那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了 那刚才说了,那我们其实呢,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几个老师在这里的 那待会可能到时候呢,我们就邀请老师也会讲一下了 Vivian 老师在这里的,是不是?大家可以打声招呼,OK Hello,Hello,大家好 好,谢谢 那好了,那不如我们开始的时候呢 我想先请两位同学呢,就介绍一下自己先的 那说一说毕业生啦,那其实究竟他们毕业或者选择是哪个科呢 那少少基本的资料,那希望两位同学就介绍一下自己先啦 不如我们先请Tracy先,好吗 是,好 OK,好,麻烦 我是Tracy啦,那我是刚刚毕业的,刚刚毕业的毕业的毕业生啦 刚刚毕业毕业的毕业生啦,那我就是选读这个人力资源管理选择科的 是的,那我想问,你不左翼,即是你说毕业啦,那接着 如果未来之后你会做些什么,或者在做些什么 我现在呢,就在 证会大学这里呢,就 读这个管理学高球文凭的 是的,没错,那Tracy就是我们本身毕业的毕业生啦 那也都之后呢,就直接上了我们管理学 高球文凭的课程的 好,那Tracy,另外加乐呢,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呀 大家好,我是加乐呀 那我应该是19年前再上一年的 毕业文凭毕业生 是的,那我是读社会服务科的 是的,社会服务是科技 这样啦,那我现在呢,就在外面院校读着 社会工作的高级文凭 OK,即是说其实两位同学呢 跟着都是升学的,以及都是选举和自己 之前在毕业里面读的一些相关的课程来的 OK,好了,那两位同学都介绍了一些自己的背景啦 好了,我想问一问,譬如Tracy先啦,好吗 其实当初为什么会选到浸会的毕业文凭来读的呢 可不可以解释,讲一讲或者个情况给同学知道 是因为是我的朋友,他就报了这个课程 他就介绍我读这个课程,那为什么我会读这一间呢 是因为我所选的人力资源 管理呢,就是这间我才找到有得读啦 OK,主要就是因为两样东西啦,看到就是朋友介绍啦 就是读过,觉得好了,于是呢 就介绍你的,然后和你本身那个科目本身 就适合你的,所以你也选了这里读啦 那加勒呢?加勒的情况又是怎样啦 是,我那时候呢,是DSE刚刚毕业啦 那为什么会选浸会大学的这个文凭呢 某程度是我以前中学有上过 SE 的APL 课程啦 所以呢,我之前也有对浸会大学这个校园有一些的了解啦 那还有那时候觉得 一来那个位置方面很接近我上学啦 那另外呢,就是 我有问过一些 同学的,就是中学同学啦 他们一些师兄,他会给了一些 意见我,就说其实浸会大学那个 那个 艺术文凭都 不错的啊,那还有都比较 专业一些,对啊,对于是那样 就选了这里啦 不错,待会我们要有很多的演义,就看同学的经历 怎样为之不错,ok 好了,那也都跟我讲到关于当初选的一些原因啦 可能其实都不外乎一样的啦,可能是一些口碑啦 可能读过去同学都觉得是不错的 同學看到課程亦是對的 我想問問Tracy 其實在你正在讀的課程裏面 其實課程內容本身是否適合你 或者是否能夠幫到你 是否你期望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很適合 因為我在學習這個 尤其是在數學科、英語科等 這些都是我想學的 想進修的課目 還有我所選擇的人力資源 因為我本身也有接觸過相關的課程 也很有興趣進入一些去學習 所以讀過這個課程之後 我覺得完全適合 即是其實本身也跟你的期望 其實也符合的 亦是給同學的要求 加樂你是怎樣的 譬如你讀是社會服務的 那你覺得課程是怎樣的 我的課程也挺符合的 我挺符合的期望 還有我對這一課有的人的看法 因為我沒有記錯 我還有社會服務裡面還有兩個課程 有一個就是社會工作技巧 好像是這樣的 他教導一些基本的附讀技巧 以及一些社會工作的歷史 是一個很一門的階級 其實也可以給我一個很基本的認識 看看我還有沒有興趣去繼續走那條路 所以其實也挺符合的 OK,好,我知道Vivian老師其實就是教小學服務的科目 當時其實也是你教加樂的,是嗎? 是呀,是呀 OK,那你見到同學的評價其實也挺好的 另外剛才說到關於課程裡面的期望 還有其實除了期望之後 其實覺得程度 或者其實有些我們叫必修或者選修 其實你也是對於這種的結構 或者可能再說多一點點 其實也可以的 譬如我們有一些班主任制度 其實Tracy當時的時候 那這種的上課模式或者那種情況,你們又覺得怎樣看呢? 兩位,沒有錯,是誰? 不是,不是,是呀 先先先,好嗎? Hello, hello 我先說吧 那我覺得這個班的制度其實也不錯的 因為我以為 就是上到這些叫做大專的院校 那我以為會比較疏 就是跟同學關係會比較疏 但是其實在一個班的模式裡面 同學還可以在,就是除了在課堂 那你在元樂堂上課的時候 都會有空閒時間去交流 那所以其實可以維繫到一些班裡面的關係 還有老師可以 我們可以給一些 feedback 去知道現在的課堂想怎樣 那Tracy呢? 有這個班主任制度是幾好的 因為有什麼事的時候都懂得找班主任聊 嗯,沒錯 遇到同學之間相處的問題呢 都可以找班主任去溝通 嗯,沒錯 那其實可能呢 這裏都帶出,我也講多一點點 那其實上來的時候 可能同學都看到了 已經去到浸大的課程這樣 那會不會去到大專院校就好像以往那樣 沒有人理啊 總之什麼都自己搞定的 那因為我們都其實理解到的 因為同學主要都是DSE上來的學生 那可能都中學上來的時候呢 平時會有些模式其實習慣了 那譬如可能就是以往都一定會每班會有班主任 那有個老師就專責是照顧的 無論是那個學習的方面 或者個人情緒啊 或者需求上面的時候都可能有個照顧的 那我們就會根據同學的那個選修呢 其實就會分班的 那然後每一班呢 都會有一位班主任就專責去照顧回去的 那所以同學呢 有什麼問題啊等等各樣 尤其是看到了去年的情況呢 就是疫情開始的時候呢 就有很多時候的停課啊 或者有些特別改動的訊息啊 甚至乎是什麼呢 甚至乎有些的連評估的模式 因為回不了學的關係都改了的 那那個角色的時候其實就很重要了 就變成就是由班主任裡面 可能就統一發放的 那大家都會拿到 那剛才跟我講到也都說 可能很多的時候就是我們溝通會好一點 大家同學會好一點 那其實我們都會有一些WhatsApp群啊 或者有些WhatsApp群等等各樣的東西 那就同學一起加入 那麼信息的發放啊 或者大家其實在那裡聯絡的感情 其實就會好很多的 那這個就是 都說的是我們 我們的藝像課程裡面的其中一個的特色的 那不僅僅是學術方面的 好了 那或者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都想兩位同學幫忙講講 其實可不可以講一下呢 其實在你整年裡面 讀藝像過程裡面的學習經歷裡面 有沒有一些你覺得很難忘 或者你其實歸納可能一句不錯的時候 究竟有沒有一些這樣的事 或者一些經歷令到你又覺得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經歷 哪位先說啊 沒有所謂啊 Jacy還是家樂先說啊 我先說啊 好啊 有什麼特別的事呢 我覺得 上課已經本身是一個不錯的體驗了 就是我覺得平時上課 因為 你要了解一門新 就是你那個科的東西 其實你那時候已經感到很新鮮 所以我又沒有說 就是 整個體會都是很 不會說是 唯讀 就是因為你有興趣的嘛 所以你自己選擇的嘛 所以 這個是 就是不錯的地方 所以不錯的地方 就是你這樣說 你找到你自己的興趣 選對了 也給你好的東西 是的 還有呢 除了課程裡面的學的東西 還有會有一 就是 可能你自己讀的那一科裡面 會有一些特別的環節 你會去體驗的 譬如我是讀社會服務的 可能我們就會去做一些義工啊 機構探訪啊 這樣 這些都是很令到你去學到你那一科目裡面的 做實務的那個位置 是的 好 加禄其實也說了一件事 就是其實我們的課程裡面 除了就是那個課堂上你會學的時候 基本上安排到的話 每一科其實都會有一些 類似聯課活動 就著你那個學科本身 就安排回相應的一些 譬如可能要同學去回 譬如剛才讀社會服務的 他做義工去回真是樂區 做一些他日日可能工作面對到的事情 或者預先去體驗一下 那麼這裏其實也是我們課程裡面 提供到一些的給同學 就不會只在課本上面的 那麼當然 有些科目真的 比較學術性質為主的 那麼那些就比較可能難一點 有些類似的 但是其他 譬如同職業相關的一些的時候 盡量安排到 我們都會安排的 那麼當然 也都在去年那個的疫情底下 這些相對來說就會比較 大家都是有過的考慮安排上底下 好了 Tracy 你有沒有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經歷 或者你想說一說 有啊有啊 我們去年是很特別的 是很特別的一年 那麼因為就是停課 那麼有改用書 最初就會覺得很混亂 然後後來就是慢慢 都在老師的指導下都適應了 那麼還有跟同學做項目 因為是不能見的 很難 很難去找到同學去談項目 那麼這些都是很困難的事 這樣 那麼 項目最後怎麼解決到 那麼如果談事情 那裡搞不定的時候 沒有 我最後都跟 跟阿sir都有分享過 就是跟人力資源阿sir都有談過 那麼阿sir都安慰了我們 嗯 就是跟我來談過 那麼我最後都是主動地去打電話 每個同學都去打電話給他 那麼跟他在電話上面談 嗯 就是最後其他形式上 但是也能解決到的 最後最後也能解決到的 是的 那麼這個過程可能真的要 跟同學自己主動一點點 那麼其實也是 換了現在叫做 Zoom 形式上課的時候 可能真的跟同學各 就是自己都要主動一點 那麼發問也好 或者跟同學溝通也好 那麼其實都是你們學習過程裡面 其中之一個部分來的 OK 那麼剛才同學都落了講了一些的 他們的經歷等等各樣東西 我就想再問一件事 就真的實在一點了 那個課程其實幫不幫到你 因為我看到其實兩位同學現在都繼續讀上去的 那麼我想你們那個目標或者未來路向都是可能升學為主 那麼你覺得在課程讀這一年裡面 幫不幫到你和究竟幫到你什麼呢 我先說一下 剛剛也說了 剛剛我說社會服務部科裡面有一科 是會做一些輔導的技巧 去了解一些基本的服務的技巧 那麼 這些科目 就是這些實務的科目 一些技巧上面的科目 其實也是很吸引我繼續去 學下去或者鑽研下去 因為你現在是探討一個很初步或者很淺層的一些技巧 但是當你真的想去進修那一科目 你這些技巧就會自然想繼續去上升上去 就會一直吸引你去讀這個科目的興趣 那其實是真的幫到我的 是的 還有了解到那些剛剛說的那些社會工作的歷史 就是現在那些服務的政策的一些架構 一些情況模式 其實都是有一個很好的知識去灌輸 然後你就會大約知道你現在面對的一些情況是怎樣 加上就像剛才所說的 我也想有些追問 其實我知道你們可能是社會服務或者社工方面 其實入學都要討論的 那或者其實讀到進去的時候 都應該都有一些相關的知識讀一下 其實會不會其實在這種課程裡面 其實內容上其實是你去到譬如面試 或者之後讀的時候 容易了或者有沒有優勢在這裡 我覺得有的 是的,就是因為剛剛講到 譬如一些福利政策的 那你已經知道一些很基本的東西了 那你自然在之後上去可能高低的地方 或者課士的地方 你就會更加容易明白再對上的一些東西 因為你本身有一個很 一個基本的 認識 所以你之後會容易一點去應用出來 那還有 譬如還有一些什麼 譬如剛剛講的那些技巧 就是一些實務的技巧 那可能你之後 會 可以加多一些東西下去 就是怎樣都會方便到你 或者叫做 令到你之後的路會容易一點點 是的 其實剛剛這樣問同學 其實有很多同學 有時都回來討論 無論繼續讀也好 或者去其他院校讀也好 其實都說的就是 其實很多不同的選修 你想去讀的時候 讀相關的那個科目的時候 其實會有些優勢的 即是比起說的是 同樣是DSC出來的學生 那他們升學上高低的 那 讀完藝障你讀了相關的科目去到的時候 發覺原來在相關的範疇裡面 發覺比同學認識多了 或者甚至乎面試的時候 就以別人都未認識的東西 其實我已經知道某些 那可能就有些優勢 或者對你未來的升學 或者讀書 其實是有些好處的 是的 OK 好 那Tracy呢 你又覺得怎樣 課程本身幫不幫到你 還有你未來升學 或者面試等等各樣的事情 有沒有覺得好了 有啊 有啊 那因為我本身英文能力很低 很差 那我在這個課程裡面 就 學到怎樣去學好一點的英文 例如 英文SIR 葉Sir會教的 就是看文章 會跟著去一些練習去做 那對於我現在讀的這個課程 是有幫助的 都看到自己有提升到這樣 那另外呢 就是 楊SIR那個通識課 因為我之前就沒有接觸過通識課 我覺得很陌生的 有些事情聽人說好像很難讀 但是現在 因為我覺得講得很好 好像講故事一樣 我覺得很吸引 很好聽 所以原來通識課是這樣的 就是學了很多東西 嗯 其實都應付到 其實都是每年都有一些同學 就是可能 他以往沒有讀過通識的 那我教其中 都有教到一些班的 那其實都有兩種不同的 因為以往同學 可能都是 通識都是以應對考試為主 那其實我們的時候 去到 未認識到的時候 未必去認識的訓練 反而就真的訓練一下 我們的思考方法 其實是怎樣 那都可以很開心聽到 就是說原來都能夠幫到同學了 好了 那我們其實要留一點時間給同學問的 那最後一個問題 對於今屆的同學來講 有沒有一些建議給同學 譬如 怎樣選擇哪類型的課程 選什麼選修 怎樣選擇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建議給我們 接下來 DSE 就來應該會放榜的同學 一些的 就是建議 對了 加萊有沒有 有的 有的 我有幾個 首先第一個 我覺得是要問一下你自己 究竟那個興趣在哪裏 試本工賠的 嗯 所以 最重要是你自己有興趣的科目 譬如我自己有興趣寫工的 我就選擇了社會服務 去了解一下 社工是什麼回事 還有社會相關的東西 譬如一些福利 我覺得主動去問一下問題 這樣 可以給予更加多的資訊 至少那些 老師 最主要是 要保持自己學習的心態 因為 雖然說有班的一個模式 去幫你去 在課堂上有一些難關 但是 你自己去學習 譬如溫習 你自己一定要推動一下自己 不可以 很放棄 沒錯 放棄過不了 也要做一些事情 OK 沒錯 Tracy 有沒有什麼建議給同學 在選擇選修科的時候 是要選擇自己的興趣 或者有興趣 或者適合自己的 或者可以想你將來的方向 或者想做什麼 或者你想繼續讀什麼 去選擇 嗯 還有讀這個課程 最重要的是 可以定好一點的時間 因為其實我也覺得 功課也挺多 定好 每個功課 多久之前要完成 尤其是同行去做project的時候 當然是 就是要定一個期就要完成那個功課 以及最重要是交齊功課 嗯 好的 好 其實都開到到最後的時候 都聽到一些了 課程有在的 也都叫做提供到另外一個途徑呢 給同學就是過了DSC那關 就以讀的形式 就拿到一個5.2的資格 然後無論繼續升學或者做事都可以的 但是也看到同學給了一些建議 就是可能你要讀得好的 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興趣 或者有想要的範疇是什麼 未來想怎樣 還有就是要整理好的心態 你看到兩位同學都在說的 功課量其實都有一定要同學完成的東西 而且就真的不能去讀的了 那麼 以那個叫做等同DSC的一些資格的時候 其實都有一些要求的 調整好的心態 然後其實很好準備的時候 你見到兩位同學努力的時候 都看到他現在其實也有成果在讀的 OK 那兩個都很順利地上去高康文憑的課程 也讀到自己想讀的東西的 OK 不如我們這樣說的分享的時間 就到這裡差不多了 剩下的就是同學的答問時間了 我想問進來的同學 看看有沒有一些同學有些問題 想問回老師也好 同學也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回 直接的用家在這裡 問回他們究竟那個經歷或者感受是怎樣 或者裡面同事有沒有看到 收集到一些問題 可以幫忙說一說 或者這樣 也想問一下兩位同學 看看可不可以說少少 但是通常進來的偽進的同學 語文基礎坦白說真的比較薄弱的 你們對語文基礎那裡 平時你進來的時候 有什麼困難或者有什麼挑戰 或者讀完之後 覺得有沒有改善到這樣呢? 哪位想說先 我可以說 是 語文方面呢 我都不是太好的 但是 就是 我 英文都叫做還可以 但是其實我的表達量都不是很高的 所以 課堂裡面都會 幫助 即是很 叫做一步一步慢慢來 去幫你建立那個 應該有那個水平 還有 會 對 我覺得慢慢去幫你 幫你 去要求那個水平 是 其實看到同學 最後 現在都成功不倒業 解決到 那樣東西 其實都符合要求的 都是 最重要的是上課的時候 跟隨老師的一些要求 或者指示 其實逐步最後 其實一個結果都可以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是的 OK 那Tracy呢? 那我本身就 英語能力是很差的 其實寫文章的能力也是很差的 嗯 那麼 在這個課程裡面 那又要學 又沒試過去用英文去表演 這個也是上年第一次去嘗試 因為本身接觸英文的機會少 其實都沒試過去講 就是好像表演一樣 去講這麼多的英文 對我來說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嗯 還有就是在這個課程裡面 學了 就是跨出去 就是除了英文表演 就算是中文那些 各科的表演 都是一個挑戰來的 那對於現在這個課程 都可以幫助 因為現在陸續續 都是有很多的表演 還有在寫東西那裡 那原本就是不OK的 那因為透過上年的課程 要寫的功課很多 寫的字都很多 那現在去到 現在去到 今年去再讀這個高級課程 就感覺上就已經 因為有過往的經驗 感覺上已經是OK 就是都可以應付這樣 是的 那見到同學應付到的時候 雖然他笑來講 但是都應該經歷了一段的經歷 都要處理 都有點困難的 不過同學其實都過得到的 是的 都要看回同學自己的能力 那課程本身 或者老師本身其實都一定會幫到你 是的 好 還有沒有其他同學的問題會問到嗎? 嗯 還想多問一點關於語文那裡 因為其實我們偽進 除了課堂之外 其實也有一些 語文的工作室 提供給同學 兩位以前有沒有參加過的? 有的有的 你覺得幫不幫到你? 幫到幫到 所有工作室都會參加 數學 英文那些 一定需要 很需要這些幫助 是的 因為原本 本身那個 雖然 老師是搞得很好 但是因為 吸收的能力 各樣 補習是可以加強 那個能力 對我的補習 英文 尤其是英文 英文 英文 那些 沒錯 其實也有一些 昨天我也說到 就是我們其實也提供很多的一些 額外的課堂給同學 除了正規課程裡面要求的 上的時數之外 都會有一些 是學術性那類 都會幫到同學的 尤其是幾個主科 也都真的知道同學 會比較擔心語文方面的 怕自己應付不來 所以在很多的課程裡面 譬如英文 數學 其實中文通識都有的 但是那些可能 同學相對來說 就沒有那麼難面對的時候 可能就未必那麼多參與 但是 英數那裡 其實都會有一些 補習班給同學 那麼 也都不 只要積極參與的話 都不用怕追不到的 同學都告訴大家 好 我們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見到? Kweeney我們 問題在那裡都差不多 暫時都沒有收到 有任何問題的 OK 好了 那搜集網上的問題 就應該清楚了 那我想問有沒有同學 即場有些問題想問? 沒有 OK 應該沒有 如果是這樣 那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今天麻煩各位的 參與的同學 那也都很多謝兩位的 畢業生呢 今天回來和同學分享 那如果其他的同學 那在聽完我們的講話之後 對課程有興趣 或者對其他課程都想聽一下的話 麻煩請你就可以去回 我們那個 Wegel Info Day的主頁裡面 那麼 展示室內 就有其他的 中間有個按鈕 叫做即時查詢的icon 那如果有問題的 都可以即時卡進去 那我們就會有同事呢 就會實時 為大家解答一些課程 和升學就業的一些問題等等的 OK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為止了 麻煩各位的參與 拜拜 拜拜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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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